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约瑟的人生 当神要用他的时候 神对他有一个训练的计划 在那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辛苦的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被修剪 被熬练 但是当那个训练的过程结束之后 他长大了 他成熟了 他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的时候 神就把他摆在一个 可以被神用的 好像圣经里面说 合用的器皿 他是神合用的器皿 而当神要用他的时候 神就会给他几样很特别的东西 昨天说神会给他权柄 好像法老把那个打印的金戒指给他 那个印盖下去了 哇 那就代表 代表法老说这是法老的命令 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印 好像公司的大印 好像国家的玉玺 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印交给约瑟 你看法老多信任他 你知道吗 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 神用你 神用我 神也是信任你 他也会把权柄给你 不但把权柄给你 接下来在圣经里面讲说 为他穿上细麻衣 细麻衣是什么呢 我们用今天最容易懂的话 就是官服 细麻衣是什么 是当时那些做官的人 那种最好的料子 换句话说 穿那样子的衣服 代表的是什么 你是有权有势的人 是有地位的人 他就给他那个尊贵的地位 因此他说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他说 你成为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当神要用你的时候 神不但给你权柄 神会把你摆在一个尊贵的地位上面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特别这样说 在这一段经文提醒说 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法老对他说 我把你摆在这个地位上 你可以管理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不但是我的家 那个家显然后面说 我的名就指的是国家 你可以掌管我的国家 我的百姓都必听从你的话 所以你站在那个位置上 你会有权柄 别人会顺服你 但是他后面也说 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 我感觉我们昨天有一些人 你也觉得是 上帝给你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位置 很有权柄的位置 是一个别人会顺服你的位置 在那个位置上面 有两种反应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不会啦 我没有办法 我不会 但是神帮助约瑟 一点一点扩大 他圣灵的容量 从在一个家里面 心肝宝贝 到菩提法家管一个家 再到管监狱 再到管 你看神是一步步地扩充他 以至于他不会 一下被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说我不会 而另外一方面呢 囚犯做久了 奴隶做久了 今天 哇 好像我们华人讲说 多少年的媳妇 熬成婆 现在终于 我是掌权的人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就会嚣张 有的时候就会目中无人 有的时候就会操弄那个权 而这段圣灵们提醒 法老跟他讲 是 你会有权 人家会顺服你 可是你要记得 你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权柄 也许在你的公司 在你的家族 在你所在的环境里 你已经做到头了 你还是要记得 我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权柄 神掌权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愿主今天对你说 你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权柄 神掌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